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還是這樣比較好看 其實我覺得1901與其說它是一首歌 不如說它是一個劇本吧 在看這個歌詞的時候就一定有很多的畫面 譬如說一睜開眼又是天花板 就是一個電影開場的一個場景 然後它還講一個住在1901這個房間的自己對話 1901的上一位房客 其實我聽到這個歌名就會覺得 一部小說的名字 電影的名字 是很有故事性 非常有想像空間的 然後這個歌的歌詞 它又有很多很情境式的文字 然後有很多對白 很多自我對話 那在這個MV當中導演又設計了 我這個角色有陽光面跟陰暗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人在比如說面對人群 或者是自己獨處的時候 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面向 其實這個歌我在聽的時候會想起 當初我本來要回我家鄉工作 可是我還是被派去吉隆坡了 那個時候的我其實有一點點迷失方向 雖然我那時候不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可是我一直知道 我的現況不是我要的 我終於有一天我會改變這個現況 現代人很常會有一些 生活在城市打拼的那種孤獨感吧 每天早上起床你會照鏡子 然後你在照鏡子的時候就覺得 從你可能出門以後 你就要開始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你就要進入一個戲的狀態 然後回到家你再看一次鏡子 你就會發現 哇 我們有很大一段的時間 都要扮演成另外一個樣子 在工作當中 在挫折當中 必須要不斷的摧毀自己 然後再堅強起來 有很多這樣的過程 就是因為每個過程 我們才會成為現在更特別的自己 大家聽的時候可能 我們有時候很納悶 自己的心情到底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歌可以讓大家找到答案 想像一下以後的我 如果有當初的我去帶領它的話 我的心是永遠不會變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還是原本的我嗎 對 或者是我到底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都漸漸的被這個世界在改變了 可是我們其實都很想要問內心那個聲音說 我有沒有長大 我有沒有不一樣 我有沒有原本最純粹的樣子 對 這是我覺得這個歌真的 歌詞真的是很能打動人心的地方 因為這個劇本滿有挑戰性的 它是跟自己對話的 薄紅它會處理得很好 其實它需要演很多的面相 我們內心深處的自己 跟我們面對別人的自己 可是這個對話是一種拉扯 可是這個拉扯 最後我們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相信大家也會很期待 看它在這個MV裡面的表現 1901的上一位房客這一首歌呢 是陳玉希特別寫的 詞曲都是他 我很喜歡這首歌是因為 他講了很多現在社會上很多追求 夢想理想的人離開自己家鄉的一些心情 然後這首歌也是 黃韻玲小玲老師幫我製作的 請大家趕快去看這首歌的MV聽這首歌 雙導演 今天出來嘛 說我會演一個導演 後來那一天我不是說 我試試看劉虎子嗎 我就發現說 我就跟優秀說 優秀如果你有兩個角色的話 我覺得導演可以保留那個 那個鬍子 他說欸這樣很好 這樣區別比較大 比較有說服力喔 要不然坐在那邊喊咖 沒有人想聽你 對 這個看起來很兇 導演要生氣耶 對我看起來也蠻嚴肅的 我自己覺得 對啊 卡 我現在開始把鬍子刮掉了 我要演另外一個光良 太好啦 然後因為我好好期我 好痛喔 你每天照鏡子不就是了嗎 我說別人啊 好 好好笑 你覺得 這樣比較好看 還是這樣比較好看 你幫我唱一下 要唱明天會更好啊 幫我唱一下 要唱明天會更好菜喔 好 再去 你覺得是這樣的光良比較好看 還是這樣的光良比較好看呢 攝影 你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還是這樣比較好看呢 我想做這個動作很久了 你等一下可以唱歌 不要幫它 牽著我回家 你睁開眼又是天花瓣 面無表情的交換 快點心過來 洗把臉準備上班 发现活到了不能再说 就这样吧个年替 宁可工作 越繁琐就越抽离